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環境權寡查基因會研究UMB小區 我們昨天民間團體跟兩位立法委員 有來內政部開計程會 主要就是希望 因為先前我們主席這早 其實在社子導案做出一個 我們認為其實很進步的決定 就是要求北市應該 就它整個徵收區內的這個安置的情形 要逐戶綁查跟列車之後 才能做這個土地徵收的審議 那沒問題 其實它這早就是相對進步的要求 那我們看到北市府在內政部這樣要求之後 確實去做了一個架構上其實相對完整 它包括區內所有涉及 只要有涉及的互數 不論它是不是所有權人 都還要進行 逐一的這個面對面的訪談 那當然現在達成率不佳 只有48% 所以高課內政部變化團體 包括居民的氛圍應該還要加強 但是它相對的架構 問題的架構 還有這個整個的範圍對象 其實很完整的 它裡面甚至說包括連安置住宅 要怎樣的房型 居民的經濟條件 收入年收入多少 在區外有沒有住宅 那整個有入無地 或是無屋無地 這種特殊狀況其實都有 架構上都有要做調查 只是達成率現在還比較差 但是呢 所以我們其實是忽誤說 既然華社長 在政策上我們有這樣的推進 在區外政策的單遷影響上 要做這樣的仔細的調查 那其實就應該 使用所有區外的肉害 那你們看到 航空城這邊 其實整個 不單遷或是社會心理的影響 我們過去總盤 一再的提出說 應該要做仔細的清查 跟調查 但是我們 會用我們會把這兩份 目前航空城跟社指導的 這個計畫書 報告書檔案 或提供連隔有員採訪 我們可以看到 航空城是相對 顯露的 包括它只針對所有權人 其他狀況呢 就沒有調查 那包括我只是用 這個發放問卷 與回收的形式 跟超樣四百院做面貌 好 那調查的問題也是很浮泛 就是會問 對這個政策的意願 還有 對開發前後環境認知 如何 這種表面浮泛的問題 對真正 影響安置的 這個經濟條件 好 跟它的安置需求 其實是都沒有調查的 好 是相當簡陋的 那所以我們希望說 航空城其實是一個 影響範圍更大 身上面積更廣的 這樣一個案子 好 我們認為其實 它這張 這個標準是很好的 應該 其實應該要求 區域機關 去徹底 做這樣的 逐附的 面討 跟落策 之後 才可以來討論 所謂 真正所謂的問題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的 基礎的資料 各位委員 沒有辦法確認 到底區域機關提出來的 安置計畫 也沒有辦法 真的安置 好 我是想看這個計畫書裡面 到底要建多少 安置住宅 結果我們區域機關 連這個基本的數字都沒有 那到底需要 可能需要安置的過出 有多少 計畫書裡面都看不出來了 那為什麼這樣子 檢測的報告 都有人背書呢 好 我覺得這其實是 學習官相當不負責任的做法 也不認為 醫生師跟所有委員 有必要 在這麼簡陋的情況上 就幫 幫這樣子的 缺陋的 可能會造成 後續很大聲的問題 這樣子的 真正 安置的狀況 做背書 謝謝 好 謝謝 接著我們請填期 謝謝